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12日下午 马苏工作室发布声明表示 针对近日关于我工作室与人马苏女士的严重不实谣言 我工作室一直在联系律师积极取证 目前 造谣者的恶劣程度 以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提起刑事自诉代表着我工作室的坚定立场 网络决非法外之地 恶意诽谤者一定会 受到法律严惩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张月 NBGS5410 分享 在相网阅读公开向初恋道歉 吴宗宗宪 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网 义娱乐 1月12日报道 天王吴宗宪 与女儿吴山儒主持综艺 除了获得金钟奖肯定 谈论的话题更是暴罗万象 此次录影邀请来宾分享情窦初开的第一次 没想到最后吴宗宪说到初恋时 镜子则表示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吴宗宪在节目接近尾声时 表示真心诚意要向初恋女友说句话 开 头便表示要向对方道歉 主要在于她是我初恋女友 而我不是她初恋男友 因此便一直纠结在此情绪中 加上当时年轻气盛做了许多傻事 因此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不过是隔多年后总算放下心中大时 毕竟自己当时仅十几岁 也无法改变太多状况 但仍要感谢初恋情人 给予一段美好回忆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张楠 NK4501 分享 在相关阅读如意传 应天下双双出局 这下还没上线就打平手了 来源 据说娱乐对于春节当 所有的电视剧都可以说是苦事单单 而原本在年底要上线的如意传 以及八情传应该说是最受瞩目的两部剧了 原先就一直有小刀消息称 由周迅和胡建华主演的如意传 将要在2017年12月20日登陆 江苏卫视以及东方卫视 通常情况下 在双台登陆的剧 十有八九都能走红的 然而 广大的剧迷朋友盼星星盼月亮 掐着指头数日子 就是盼不到如意传上线 近日 有报道称 如意传被传三审不过 无缘今年的跨年当了 那么 没有如意传以后 还有什么电视剧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有 还有我们范爷范冰冰主演的影片下 现在改名为八青传 据说这 不电视剧要订当江苏卫视 以及东方卫视了 据说是在2018年1月12日播出 这一下就让如意传的粉丝 做不住了 这是八青传成功上位了 不少如意传的粉丝 就跑到八青传 以及两个位置的官微下面 展开了一场DES大战 如意传底部主压力 在官微上发布声明称从未定的 也就没有被挤走这一说法 而八青传一直都没有给予回应 而眼看着1月12日快要到了 但是无论是八青传的官微 还是两台卫视的官微 都没有一点风声 看来这次的上尾是失败了 说起八青传本次的接荡失败 主要还是因为有秦粉写了七千多字的举报信 向广电总局举报了八青传 认为这部剧肆无忌惮的歪曲 和抹黑了历史人物 将中国的历史 服饰一级 建筑通通套上了日本和风的外衣 还强行将秦始皇和寡妇八青强行配对 把秦始皇抹黑成一个暴君形象 居然要靠女主来修万里长城 甚至要和女主共享天下 这个罪名可以说是相当大了 于是乎 最大的赢家 似乎花洛敬东和江苏颖主演的恋爱先生 据江苏卫视的官微称 1月13日 恋爱先生将会正式和大家见面 这大概就是传 说中了简陋王没错了吧 分享 在相关阅读